日本正准准欲动 据环球网3月1日消息 日本宣布对俄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等6人施加制裁 冻结其再日财产 日本同时宣布对俄央行等多家银行采取资产冻结作势 在美国纠合盟友发起的对俄施压中 日本显然颇为积极 乌克兰战事引发欧洲的整体震荡 全球经济 政治格局都因此受到影响 而一直有着军国主义野心的日本 显然在这时蠢蠢欲动 日本在金融领域对美国制裁的追随 很可能是在同美国展开一笔交易 而这笔交易的另一对象 则是美国对日本拘力扩张的进一步解禁 二战战场中 日本以偷袭美国的方式开启了太平洋战争 而后美国以两颗核弹 让日本从军国主义狂热中清醒过来 苏联则在路门坎战役中摧毁了日本的陆军精锐 作为二战战败国 日本自此受到了和平宪法的制约 但在美国的友谊庇护下 日本军国主义一度折服 并在当下以帮助美日同盟的名义寻求复苏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近日鼓吹称 日本应当允许美国在境内部署核武 以达到拥有核武的目的 而值得注意的是 一旦日本以美日和共享的名义 被允许在明面上部署核武 那么日本的核武自我解禁之路 必然随之展开 日本作为全球经济 科技实力前列的国家 一旦相关限制放开 日本可能在短时间内拥有本国核武 这对于仅仅70年前便犯下反人类罪行 并至今未见 悔改的日本来说 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周边国家必须对日本的潜在动向 高度予以警惕 而当下的日本右翼政客 正在以台海千岛寻岛两个方向为突破口 甚至叫嚣武力夺取北方四岛 寻求以制造危机的方式 为军国主义的复苏召魂 安倍晋三作为日本右翼政客的代表 也是日本自民党内最大派系的掌舵人 其言论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日本右翼的图谋 安倍晋三近日再度将台海局势 同美日同盟绑定 并鼓噪美国应摒弃对台海局势的模糊态度 应当公开站在中国两岸统一的对立面 安倍晋三显然在充当挑拨者 并在推动中美关系的失控 作为老大的美国在日本土地上唯非作胆 作为小弟的日本则变着法算计出卖美国 美日之间可谓互为苦主 而在另一方面 日本同样在俄日关系上挑起争端 即追随美国发起对俄制裁后 日本开始借乌克兰局势中 西方的舆论战效应 在俄日领土争端中颠倒黑白 对俄进行抹黑 为占据南千岛群岛中的俄日争端岛屿 做舆论谱点 日本官员近日迎合西方语境 将俄日争端向俄乌战士靠拢 并试图模糊化相关争端中的前一后果 应当明确的是 俄乌战士是俄罗斯对美英等国 长期压迫性情境的一次总反击 北约时至东扩到乌克兰的情况下 俄罗斯处于退无可退的状态 而日本则在东线压迫俄罗斯事项上 表现尤为积极 而一旦俄乌战士陷入胶着 不排除日本依托美日同盟 以美国为后盾 在东线对俄部分宣战的可能 而为警示日本 俄军队近日则调转枪口 将防空导弹对准日本方向 俄东部战区月前在千岛群岛附近海域 进行了以S-400S-300防空导弹 捕捉摧毁敌方空中目标的演练 美国四处点火促进资本 涌入美国的情况下 东北亚不能生乱 中国70年前贫穷之时 尚不许美在中国家门口引爆危机 70年后 美日更一三四而后行